这几年艺人塌房事件可谓频频发生,塌房情况也是五花八门,但没想到,艺人塌房貌似还塌出了新趋势,胡嘎艺人被垂塌房,顶流艺人也被牵扯其中,无辜躺枪,私生活混乱只是门槛,身为艺人却没有一德,偏偏还自命不凡,之所以说,丁泽人自命不凡,是因为根据战姐晒出的聊天记录,丁泽人自命不凡,是因为根据战姐晒出的聊天记录,丁泽人自命不凡。 丁泽人对同事对前辈出言不序,因为他骂的艺人中,有顶流艺人王一博,一时间博得不少关注,但丁泽人的业务能力,却和王一博相去甚远,两人曾在综艺节目中比武,丁泽人虽然跳得有模有样,但和王一博相比,能明显看出,不够流畅不够协调,输给王一博也是情侣之中,甚至,丁泽人去参加火爆一时的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,也不过止步35强,同公司的朱正廷, 范诚诚,黄明昊却走到最后,顺利成团,但这些依然没有改变丁泽人的胡嘎状态,事情的导火索是肖战X有少年团的队友谷嘉诚,他前女友在网上怒急开锤,不得不承认,胡嘎艺人由于知名度低,即使被锤塌房,也往往掀不起什么水花,导致胡嘎由于无效塌房而顺利逃过一劫,而扯上流量艺人后, 由于流量艺人的热度,事情往往会迅速发酵,胡嘎艺人因此臭名远扬,杀伤力确实不小,但对于无辜被牵扯进来的流量艺人来说,他们平时一举一动,就容易引发关注和热议,这使得他们在享受高商业价值的同时,也不免遭受一定困扰, 虽然在这几起纠纷中,无辜被卷入的流量艺人们,普遍保持沉默,可私底下,这些流量艺人们,是否会因为无辜躺枪而烦恼,就不得而知了,我是元气女文清月小牙,坐于平中的泥石流,原创不易,侵权必究,你怎么看丁泽人被锤呢?